4月22日 美中关系主题纪录片《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All eyes and ears 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访议会 影片导演凡妮莎霍普 影片主角 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 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细数出席 重新审视影片中的历史 并分享他们对当今美中关系的见解 我认为应该全面地认识中国 美国人了解的 要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 要么是政府践踏人权 我希望了解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 了解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是否产生了影响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理解 协商和外交渠道 改善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生活 影片以洪博培2009年到2011年担任驻华大使的经历为主线 见证了这位热爱中国 精通中文的大使 对美中外交关系的理解与实践 洪博培的中国养女杨乐义 对中国文化的渴望 对中国孤儿命运的牵挂 还有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 从被软禁到获得美国庇护的经历传插其中 记录了胡锦涛当全时 中国与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自从洪博培大使接任到今天 影片中反映的中国人权民主等问题到底有没有改善 洪博培表示 进行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 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近几年中国在处理新闻工作者 处理意见人士的问题时变得更加决断 中国政府在鼓务政权 在打击腐败 这些都制造了大量不确定因素 与此同时 中国在贸易 人员流动方面变得更加开放 我想中国希望继续进行改革 人们谈论改革 但实施起来却是很复杂的 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严峻 人们谈论国有企业改革 金融市场改革 货币政策改革 但总有反对的声音存在 不希望进行改革 这就产生了阻力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 洪博培还表示 美中关系不可能仅靠互惠互利的贸易网来去维持 必须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现在的美中关系比我担任驻华大使时更加复杂 需要考虑更多问题 中东地区的冲突对美中两国来说都很棘手 我们要面对一个越来越好战的北韩 南中国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贸易方面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 但我也看到了机遇 有多少挑战就有多少机遇 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导演霍普透露 这部纪录片将在中国大陆发行 他非常期待得到中国观众的反馈 美国之音VOA卫视 首都华盛顿报道